盧行纳师傅 大家好 在旁边见了莫威恩师傅 你好 大家见得多盧行纳师傅 莫威恩师傅很多时候 盧师傅在录景的时候 其实他也在隔离 今天两位师傅 在八字、风水和特别 今天我会给一些范太祟的资讯给大家 我接触盧行纳师傅的时候 我听过一件事就是 国际风水协会 就是IFSA 我知道两位都有这个协会的资格 我想请教师傅 这个协会 我知道你是创办人之一 是 到底可以如何帮助我们 过去20年 风水不单在华人社会流行 它是用风波全世界的 其实很多外国人都在风水方面 都有很烈烈的应趣 他们也有出来做的 我们有一班师傅 我们觉得既然如此受欢迎 我们应该有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 就比较推崇我们 传统的中国风水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 做一些古灵精怪的门派出来 有很多根本 跟风水无关的东西 他们利用了风水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真真正正成立了 这个国际风水协会 International风水Association 就是2008年创立的 当时有几个比较在国际上有地位的师傅 有新加坡的陈彬榮师傅 他其实在东南亚很出名的 就是许锦华师傅 就是本人 就是和叶清凯师傅 就是马来西亚 不幸叶清凯师傅已经过世了 另外有一个英国人 就是Steven Skinner Steven Skinner 其实是非常老资格的 风水界的一个很出名的作者 我学师傅的时候 我学风水的时候已经看他的书 所以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国际风水协会 我们每年有年会 一共18年 我们每年年会 就在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 是举行一个例会 就是等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参加 我们这个国际风水协会的注册地点 其实就是在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比较国际性的城市 有英文比较流行 我们的年会曾经选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有泰国 有马尼拉 有新加坡 当然也有澳洲 也有去日本 所以如果大家对风水有兴趣 其实是一个全职 找到一个国际认可资格的一个途径 我们每年就颁发一些风水师的证书 给一些我们认为适合资格的同学 我们有风水训练课程 他们认可一些风水训练课程 譬如我们教的那些课程 他们是认可的 即是如果同学完成了我们的课程之后 他们可以 我们需要三年的实践经验 然后他们就可以考试 考试是颁发一个国际风水师的名下 其实如果大家对原学有兴趣 就很值得向这个方向发展 你这个名下 其实放诸四海都可以用到的 一记旁新去到全世界 即是我有很多外国学生 他们拿了这个证明之后 他们就回去造家开档 例如有些很不同的国家的学生 例如有俄罗斯、罗马尼亚、日本、美国、澳洲、英国 他学了之后 他拿了这个牌 就可以在他那边营业 甚至很多是写书 很多做了师傅、教学生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在国际上有地位的一个资格 最令我猜不到的 就是大家看到有一个连结的 你们按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即是我看到不单止刚才师傅看的地方 连柬埔寨都有 越南也有 泰国、东南亚很多 日本 我们还开支生业 除了总会在新加坡之外 我们也鼓励其他国家的同学 他们组织他们自己的分会 澳洲有分会 日本有分会 罗马尼亚有分会 英国有分会 现在应该发展到 甚至泰国、越南等 他们都将会开他们的分会 所以大家可以去《营光幕》 这个网子里看看 当然今天我们就要入正题了 今天就会说一些关于范太岁 就是大家最喜欢听生肖的东西 是不是 真的很奇怪 很多观众是即食的 每人都总是一个生肖 我不相信没有 所以生肖和风水都会说 不如我们先说一下风水 师傅 是 2023年 风水上有什么需要注意 首先我们要澄清新肖的转变 风水的转变是立春日开始的 不是过年1月22日年初一 所有转变就没有转变 就是没有转变 1月22日过了年 还是老苦年 真的到立春2月4日才正式 所以大家要澄清 其实中国人用两种日历 我们过年的日历 叫阴历 就是月光的日历 但是十二生肖就是说阳历 那个叫农历 就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 就成为一个一年的历法 那个历法就是二月四日 纳春日开始的 那么就说风水了 变成了我们九宫飞升 就中间的升就会变的 中间的升一变 就其他八个方位的升 都一路一跟着会变的 那么譬如2022年 老苦年就五王入正中 我们有九个星 第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其中一个最大人害怕的星 就是五王 五王是空星 对任何事都有害影响 对你健康、人际关系、职业、钱财 什么都不好 所以2022年五王入中 其实对中间不是那么好 那么中间是什么呢? 我们过往就看 好像对中国不太好 因为中国就是中间的国家 所以就是 幸好到2023年 立春 那五王就走了 他就走了 去了西北 中间就改了四 那些入中的升 通常是9、8、7、6、5、4、3、2、1 这样轮着 那五王完之后 便到四在中间 那四就比五是温和很多 那四就是四六文昌星 那有桃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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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么都比五王 虽然四都不是很旺的戏 但是都是比较和平的 那我们风水的四字 不是说广东话 说死死声 那些 不是的 反过来我们有他的好的地方 是文昌星 是桃花星 所以就比较太平 就是你起码 那四在中间 但是呢 那五我们都需要注意 那五就走了去西北 那如果你说 世界来说西北方就不是那么好 那西北是什么 是欧洲的 那现在看一个势 欧洲都面对一些困难的 因为比如有能源危机 有这个通胀危机 有货币危机 这类的东西 经济上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2023 但是我们就 整个世界就不到我们管 但是我们家居 家居呢 就可以有些传统的方法去提防 那家居呢 就是我们 在西北方 尤其是 就是如果西北方 我们是以你家居的中心点 去决定的方位 就是你如果你有指南针 你站在中心点 看看 南方在哪里 北方在哪里 那你会找到西北方 那西北方 你看看是什么用途 如果你是西北方 是你的睡房 那就小心 那五黄 入到你睡房 你就不能够和他睡一年 那你一定要画一个金属风铃 传统有很多种方法去画五黄 那我就习惯了 那我就习惯了 用金属风铃 因为方便 那有些 其他方法 就譬如有什么 按饮水 那就是有些 放些盐在水那里 又放六个铜钱 那也是一种化解五黄的方法 但是我就觉得方便 就是买个铜的风铃 那铜铃通常有六支铜管 那就是我们利用铜的声音 你不要买个铜铃是玻璃组 有很多铜铃 或者木头 中间的铜铃是木的 或者是玻璃的声音 就不适合 最好就是整个铜铃都是同的 声音就是同的 另外第二个我们不喜欢的位置就是 这个病符 尤其是过去那几年大家都新受忌害 新冠病毒 所以其实除了我们打针 那些预防发发之外 其实风水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其实是有个疑黑病符 疑黑病符就是在东 那么2023立春开始 所以东边就要注意了 如果东边是你门口 或者东边是你的睡房 我们就传统放六个铜铃 那就是因为这些衰气 全部都是熟土的 所以我们通常用金属的东西化解 那六个数就是钱挂 钱挂就是金属金 所以就是用来化解以黑的 以黑是坤挂 所以就是这两个方位 我们就特别要小心注意 就是一个五黄位在西北 以黑位在正东 西北位就挂风陵 正东方就挂铜前 是 还有些是非位那些 那些 譬如三碧 三碧很简单 我们用红纸 三碧在东南面 那么 那 擺一张红纸 就是杜劫 如果你门口在东南面 那又怕人偷东西 就是杜劫 所以就擺一张红纸 就化解到 另外有个七尺 也不是好东西 七尺 就是 很多是非争拗 不可能争拗 是最坏的 那么 四五六七七 就是在东北 那么 东北要摆三支 富贵粥 就是水养的 因为那三是木 那七尺属金 所以就用木来烧了一些金气 木和水 所以这四个位置 就是比较 我们需要留意 尤其是五黄位在西北 这个二黑位在东北 其他人不管都没那么紧 最紧的这两个位一定要理 是 他是不是吹不吹旺 这是其次 但是我先搞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是的 就是有个太岁委 有些人都很着急 因为太岁头上冻土 又说不好 太岁委 因为明年是某年 某年是正东 太岁委也是正东 正东方 就是 太岁委有些人会摆一只龙龟 就是化解那些不刻意冲撞太岁的那些不幸的东西 你也可以的 如果你说太岁是经常动动的位置 摆一只龙龟也可以的 太岁对面叫碎破 碎破 碎破 就是 你说 希望师傅给的资讯 大家都有留意到 但是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做 因为现时我看在线的人数 也有百多个 但为何一个like只有25个呢 是不是有点少呢 如果你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时候 麻烦你们现在快点 可以给个like 然后留言和分享这一条影片的连结 对我们这个频道是有帮助的 也可以把好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始终师傅也有无据严寒 然后也抽出这个年底 大家都知道做原学家 年底的时间是特别忙的 也抽出了一些时间 但把这些资讯免费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麻烦你们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留言 赞好 甚至乎未订阅的 立即订阅 甚至乎你家人未订阅的 就叫他订阅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风水我们知道多些 又或者 莫英师傅 会不会可以说说 例如范太岁之类 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未来就是贵茂年 就是兔子 很多时候 什么叫范太岁呢 就是如果你自己的新潮 即是你自己的新潮 跟未来的贵茂是否一样呢 这个就叫做范太岁 即是在年那里 那个年 是兔子 就见到未来的兔子 这个叫范太岁 但是如果充太岁呢 就不是这样了 充就是在你的八字 我们叫做四柱 地脂 这一条柱 即是年月日时 有只鸡 鸡是有的 某有就充 这个就叫做充太岁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朋友 就很简单 整天都问 我出年有没有事 我说你要给八字 我看我才知道 他说 需要什么呢 我知道 他又不是很想给 只是说 我不是熟悉的 他说你不是熟悉的 那你就不是范太岁 但是 还有十一个选择 是的 我也不知道你的月份 日子的时间 有没有 如果有 甚至你的运 都有机会 就会充太岁 太岁就是明年 所以这个就叫做充太岁 另外还有一样 就叫做营太岁 营就是 什么营呢 不是营接它 是营佛的营 营 营是很重要的 是暗的病 暗的 你看不到的 那是什么动物呢 就是老鼠 老鼠和兔子 就是二营 子、矛 子和矛 是二营的 是 这个也要很小心 所以这三只动物 我们就要留意 大家在桌面 看不见到我这里有一只 这是一只 营佛狗 是 这只小一点 有三个大小 那狗是干什么呢 因为营佛狗 就是和兔子 是朋友 我们经常都说 它们两个很合拍 合拍是 就是当你如果 你自己 刚才我提到 如果你的八字有 卯 即是卯叫卯 就叫范太岁 如果你的八字 即是八字的年 我说的年 只是年 记住 只是年 是卯 就是兔子 兔子见到 未来的季卯年 这个就叫做范太岁 另外就是一只鸡 这只鸡 可以在年、月、日、时 那里有只鸡 即是有 或者甚至在云那里有 那我们就叫做葱太岁 然后如果你看到 有只老鼠 就是在年、月、日、时 和云那里 就叫做范 那都是大和这只 都是大狗 大狗就行了 因为那只狗就和桂卯年 那只狗 那只狗 和兔子很朋友 他和他玩 和他玩 那就是 桂卯的那只狗 不会走来 去犯他 去冲他 和去认他 哦 那如果这样说 你知道我们有些 时下的年轻人 他们都很讲 Fashion 对不对 如果你说 我 我穿到 一出来很潮 你叫我 突然戴这些东西 如果我用其他异象的东西 行不行 你说的异象 就是乱纸 我不知道 我们传统 我们很喜欢 只是带着一个小色物 其实这个色物很小 不是很大 是 用它藏起来 你不一定带着 是的 我们通常惯例 就是 在我们的电话里 吊住 是 就会更新 因为要更新 现在谁最更新的 是什么呢 是你的电话 我说 每个人最紧张的电话 你不记得带出街 很多东西都很不方便 是的 你试试在大陆 你自己的电话 我想你家里门东西 楼下的门东西都出不了 是的 你说有多重要 所以我通常会提到朋友 你买一只小小的 就吊在你的电话里 你的电话肯定不会离开你的 你一定会抱着你的电话 你那一串锁匙扣 都可以 对 你经常都要戴着 是的 你锁匙一定要戴 除非你本身 你家人对你太周到 知道你一来到 就自动开门 否则是当锁匙扣 是的 我很多时候都会提到他们 当一个饰物就是吊嘴 如果那年真的要戴 有时候手袋可以掛一只 因为老实说 始终也不是很大只 对 对 手指弓这么大 我手指弓还能遮到它 对 对 甚至我也有设计一些耳環 对 现在很轻大一只 对 对 OK 希望 风水和泛太岁的资讯 给大家 同时也有一些资讯 可以带给大家 其实在我们焦点视频的网站 里面有师傅的一些线上课程 是给大家学习的 例如好像 盧行纳师傅 刚才也说过 对不对 国际认可的风水师资格 对不对 他本身是 创办人之一 我想你不能说他 不够资格了 挂他教你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实我想问一下 那个线上课程 今天难得可以请到你两位上来 不如说一下 这个课程 他们学完之后 有什么好处是坊间 可能他们未必学到的呢 我很推荐大家 在中国研学方面发展 因为首先 我们就是1994年 1995年左右 已经创立了一个风水学院 我们当时主要是教外国人的 因为我最初就在英文报纸写了专栏 我写了专栏 我就将那些文章集中 出了一些英文书 出了英文书 很多外国人觉得是有用的 有人请我去新加坡教 就这样开始 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去教的 我数起来也有几千学生 即是外国人 大家想象不到 什么文化都会喜欢学 这些梅梅风水 甚至中东 杜拜 竟然有个大学 邀请我们去开一个大学课程 给中东的阿拉伯人 但是问题就是杜拜 你知道我们在香港觉得那里很热 夏天四五十度 我们就没有人肯在那里住 因为他们需要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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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觉得既然外国人对这方面这么有兴趣 既然我们懂中文 我们学会比外国人更加容易 千万不要浪费这些优点 因为这些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东西 外国人是没有的 中国的力法、天干地支 这些真是世界中是很特殊的一种文化 和是很科学性、很逻辑性的东西 所以当然 那我们的课程是怎样呢 因为过去过几年疫情 疫情就变成了我被逼去不了外国教 变成了一定要坐在香港 所以在香港做什么呢 就是将我教学的过程全部拍下来 是广东话的 所以如果大家买这个课程 其实是等于你在现场上课一样 那当然就不可以直接问问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欢迎你用WhatsApp 所以就是 当然如果你买这些课程 当然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证书 因为办法证书 我们要知道你真的有研究 真的要学足那些东西才行 但是你学不学到的问题 是 人能不能掌握到的问题 你不明白 但是如果你说你想要一张证书 也有一个途径 我们就可能安排一个小小的考试 如果你过了那个课程 你就可以给你一张证书 我们的证书是IFSA 即是国际风水协会认可的 那是真的有价值的 如果你将来想真的做风水师这一项 你存够我那个 我有五个课程 你存够我五个课程 你存够我五个课程 五张证书 你就有资格 加多三年工作经验 有资格去考试 那么 Marine也是国际风水协会认可的风水师 我们也有几个香港课程 已经做到这一项 已经是 每年我们风水会的年会 我们都颁发这些证书 我教出来的学生 很多都完成了这个途径 可以开始做专业风水师 嗯 OK 刚才师傅提及到 Marine师傅 其实 Marine师傅 亦都在我们 焦点视频的网站上面 大家看到这个通讯区 两个网上课程的网址 我都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其实Marine师傅 亦都有一个八字健康的课程 是教大家的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的 八字我理解 为什么这么具体的 是要八字健康呢 我真的很好奇了 所以我这次也有这个机会 请教一下 好啊 其实听到这个名字 你知道八字 为什么跟健康 扯上关系呢 其实真的很扯上关系 因为八字就是我们的年月日事 亦都变成天干地支 每一个字 其实都是一个五行 那我们的年月日 那个日子就是你自己 等于你 你说 为何你生日 你选择那个日子 你才去庆祝的 那日子是什么的日元 是什么的五行 我们知道了之后 其实就在八个字里面 我就可以看到 你先天一出生 你身体的体质 本质是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一早已经知道的话 就是等于 其实我们经常都讲的DNA 不过我们转化做阴阳五行 即是叫做五行 金简木火土 那我知道了之后 也都排在我们的那个叫做混 那条混呢 就是我们一生 从出生去到最尾的时候 都是那些五行 那如果我们看到 何时走到我们需要的五行 那时候 我们各方面的问题 都会很顺畅的 那如果走到我们 一些不喜欢的五行 那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问题 那我是着重看健康的问题 那因为既然我们可以一早知道 体质是弱在哪里 或者强在哪里 那强的就是又不好 弱的就是又不好 那弱的就是又不好 所以我就精心去研究 主力就是研究在健康方面 那我也做了三年 主力在这方面研究 做了很多不同的法治 有些什么 通常都是一些名人 为什么我选择名人呢 是因为大家可以找回他的历史 可以上Wikipedia 或者是上Axtro Data Bank 去查到他的资料 查到他的年月日 或者甚至有些有时间的 那我们就可以起了个八字出来 那我就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他会 这个健康出现问题 那我做了三年 我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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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经验 所以我很多时候 一看八字一看 我已经知道 这个人出什么事 就已经跟妈妈说 你这个宝宝小心 他好像不太会表达 他说不是 他现在刚刚是宝宝 你怎么看到 我就说看到 我说 我提醒你 你早点知道 你可以早点 有一个准备 早点去找一些 阿嘉笑言语治疗师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妈妈和宝宝的时候 妈妈都很少聊天 两个人坐在一起 就是妈妈和宝宝 对了 大家没有什么言语沟通 只是手机 按按按按按 你这个就直接影响你的胎儿 他出来的时候 他都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说他还是小时候 他还未会说话 通常爹哥就会说 不用紧张 很快就会说话 男孩早饭走路 女孩就会说话 但是有些宝宝 你真的看到他是 没有什么表达能力的 你都以为他是 遲些可以 去到三岁 他还未会说话 那时候你就害怕了 真的害怕 去到三岁还未得 三十岁还未得 你害怕 大家听到这里 是不是很开心呢 给大家很多重要的资讯 范泰瑞 榴莲风水 以及两位 国际认可资格的师傅 他们的线上过程 你们都可以了解到 你们很开心 但我本人就不太开心 为什么呢 现在也是说一句 我看到有百多人同时在线看 但为什么喜欢次数还只有58呢 已经多了一点了 是多了一倍 但你们有没有反省一下呢 只是这么说 喂 在这里 如果你们还未like的话 尽快赞卡like这条影片 share给你们的朋友 跟着之后留言 拜托你们了 因为我们最精彩的第二环节 现在就开始了 看看踊跃程度 如果踊跃点 心情就更漂亮 心情更漂亮 心情更漂亮 就做久一点 心情不漂亮就更快 大家都明白 只是说笑而已 总之 希望大家订阅 订阅 like share comment OK 其实陆续有很多观众都留言 有些问题想请教两位大师 我先给一条轻强一点的来 嘩 好小子 轻强一点的 已经 特别我来 我问一下卢师傅 是 他说 很多市民 梁小姐问的 很多市民想问一下 明年贵马年香港经济会好转吗 有没有糧食危机 喂 香港有没有糧食危机 好严重啊 大哥 是 糧食危机就应该没有 但你说 经济会不会好呢 始终 说来说去 都是我们要火才会 经济才会蓬勃 因为我们五行 金木水火土 火是最开心的事 火是代表喜庆 其实我们经常见 中国人那么喜欢红色 贪什么呢 因为红色是令人有信心 令人开心 水是相反 水是黑色 水是恐慌的东西 所以我们过去那几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